那个大圆球就是科学馆 看来我们已经离科学馆不远了 继续向前走 这估计是好心人建了一个鸟巢 好像是给鹰建的 够大 这叫什么 六兵五折 独自一人 放的音乐 然后正在努力的提高自己的记忆 闲散和自由自在 在尽头于人们的骨髓里 看到的全都是那样宜然自得 我们慢慢的靠近眼前这个大白球 或者叫大阴球 阴影把眼前变得暗淡无光 我们努力的靠近海岸能够得到更多的阳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 举办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住宿地 当时我记得大搞基础性建设 说得实话 那个时候也无暇顾及这些东西 现在算是有先心来看一看 我们把镜头转过来 看看这些楼 就是当时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居住的地方 我们上了这座桥 然后远眺大银球 还是远山的景色漂亮 依稀可见的是滑雪道 再过几个月 那里会充满了白雪 然后我们去滑雪 闲散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让自己休息 我们多给人一些镜头 虽然偏好自然 但是这毕竟是人类的社会 这个频道也会努力的多反映 温哥华当地人的状态 各个民族的人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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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个角度看一看大银球 由于太阳没有被云彩遮住 所以它显得格外的闪闪发光 这个地方也是每年的六月中下旬 我们举办龙舟会的地方 到了那个时候 人们就开始操练 演练自己的划船记忆 为夺得一定的名次而努力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会人山人海 人们看着人们划龙舟 知道吗 作为华人 我们会很高兴 因为那个时候的龙舟比赛是 各个民族都接受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符号 成了一个全体温哥华人的活动 这是要强化民族意识 还是要淡化民族意识呢 不知道 只知道好的东西 会被各个民族介绍 会被各个民族介绍